论主 如虚空者 也来生者随主 又若无也 也设放众生往生者 若以生若精生若当生 虽无量无比 毕竟常如虚空 广大无际 终无满事 我们这个地球 有人满之患 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现象 极乐世界人再多 每一个人感觉到都会舒畅 感觉到空间很大 没有拥挤的现象 你要问为什么 大臣经里面常说的一句话 称性过 他称性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违背信得固 我们凡夫 具足妄想分别之主 完全违背信得 信得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随西方境界的环境 随信得的圆满流露 这个境界 我们无法想象了 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就知道了 往生 善中之善 天上人间 包括十八级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 至于至善 讲到真实的 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佛了 这才真正叫至于至善 没有成佛 不能叫做至于至善 至是无上的意思 所以今天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天 还要分别什么 还要执着什么 不需要了 其心动念还是妄想 那你依旧造轮回业 你怎么能脱离轮回 如果把今天这一天抓好 念念是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去了 真的要记住啊 我们能不能往生 关键就在今天 古人讲的 极在当下 世界往生 愿 庄严量 功德成就 庄严量 不可限期 这个量是我们凡复说的 限量 极乐世界 没有限量 所以 样样都是无量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过途广大无量 清净无量 样样都是无量 不可限期